那家伙竟然在原尊如此攻势之下 竟然还有着如此顺移的速度 萧炎望着已经消失在无量神渊边缘的大地之手 面色也是一片凝重气 他实在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真的能够在原尊的眼皮底下逃走 一旦彻底的被对方逃出封印的话 那么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不愧是能够让那几位大能都只能联手封印的暗黑大地 如今只是一只手臂 就能够以如此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在我的眼皮下顺移逃走 还真是让我都感到吃惊 原尊凝视着那洞穿空间而去的大地之手 虽然有些惊讶 但是也并未有着因为对方的逃脱而感到惊慌失措 老爹 你怎么还不出手啊 那只大手都已经跑了 此时小龙和雨晗则是一口同声的急忙出生 万一真要这大地之手逃了 那可就是真正的放虎归山了 一旦这一次让气破风 那么日后大咒中的所有生灵万物 怕是都会被惨遭毒手 一个曾经能够与几位无上大能全力拼战的暗黑大地 一旦集其全部的身躯 恢复那全盛时期的力量 恐怕就算是到时候 原尊全力出手 都无法再如现在这般轻松了 听到自己那俩孩子的喊声 原尊的神色依旧是非常的平静如水 随后他那双深邃的瞳孔中 有着玄傲的金芒浮现 这大家伙想要逃 哪有那么容易拦截而下 虽说是半道神的实力 可那速度可远远不是半道神能够媲美的 不过我说过 今日他走不了 诸多的神奇强者面面相去 原尊这话的意思是 还能够将已经消失不见的大地之手拦截下来 众人一乐 难道原尊还有什么强大的手段吗 原尊低头 目光却是看向了小龙和雨晗 脸上带着一抹微笑 有着一丝神秘之感 然后其目光便是瞭望着 无量神渊之外出的虚空上 忘了和你们说 来无量神渊的主神 可不止我一位 原尊的此话一出 直接是让周边的神奇强者表情一正 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还有另一位主神 也来到了无量神界吗 要知道 主神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 都是极其罕见少见的存在 先不说能不能遇见两位 遇见一位的 几乎都是极其的渺茫 甚至有些天位神对主神的概念都没有 可今日 在无量神界中 竟然同时出现了两位 这是何等震撼的场面 有些天位神数几十年 数百万年都不曾见过一位 如今能够一下子见到两位主神 也可谓是心中一大快事 还有一位主神也来了吗 能给予原尊同等境界的神奇 也都是屈指可说 萧炎也是立马将目光 对着无量神渊之外投射而去 其余的所有神奇也同样朝着一个方向望去 另一位同样是与这位神界大传奇一样实力的主神 究竟是何方神圣 真的也很想见一见真容 其中有着部分神奇 皆是一头雾水 倒是萧炎的心头一震 旋即他的脑海中 想起了一道老者的模糊身影 难道是 那位前辈不成 因为 在萧炎的接触中 能给有着与原尊一样威压的主神 怕是只有那位老者前辈了 虽然当时没有直接与之接触 可是对方 能给以一己之力 对战神指联盟的三位副盟主 就足以证明 老者前辈的可怕实力了 原来 那位老者前辈的实力 也已经突破了天位智谷 迈入了主神的神境领域之中 能够突破这样的智谷 怕都不会是一般人物 只是有一个问题 萧炎有些想不明白 那位老者前辈 究竟是什么身份 为何今日也都来到了无量神界 难道与那大地之手有关吗 而也就是在萧炎心中如此揣摩之时 无量神渊之外的 空间上有着大地之手的恐怖魔器 已经穿透了空间 眨眼间就要顿入更远的虚空时 也就是在这一刹那 无量神渊之外的那片空间 突然间剧烈地震动起来 不知从何而来的雷云 不断地翻滚汇聚而来 并且似乎是有着一道非常可怕的东西 正在从那波涛汹涌的浓浓雷云中 渐渐浮现 散发出幽暗之光 感受到此刻的变故 众人的目光 皆是凝视着那处空间雷霆乍响的雷云之中 在那雷云中 似乎有着非常强大的气息传出 整个天地万物皆是在那道气息中 可毁灭可重生一般 那股气息非常的特别 但是其气息又不是神之力量 但是又比神之力量更加神秘诡异 令人无法确定 这股气息究竟是什么力量 硝烟无血藏青青等众神奇 已经感应到 在那雷云翻涌之中 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东西 正将临至这片天地之间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焚觉空间中的焚老身影一阵 神色有着微妙的变化 另外一位主神 终于舍得出现了吗 焚老四是知晓了雷云中的 那道神秘气息的来历 嘴角处浮现出一抹微微上扬的角度 那处虚空上 雷云翻腾 旋即整个天际都是幽暗了下来 犹如是被一层可怕的能量 所披上外衣一般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那里的空间雷云乍响 竟然是在此时崩碎开来 一只无穷无尽的紫金色大手 仿佛是从空间之外穿透而来 那紫金色大手 极为的神意 其上布满着诡异的龙灵 一股无法言喻的威严之气 笼罩天地 在那等气息之下 硝烟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都感觉到 自己的神体和神魂都开始震动起来 特别是神魂 那种紧动的感觉非常的明显 不仅是硝烟有这样的感觉 就连所有天卫神的强者都是如此 他们的神魂仿佛受到什么神秘力量引动了一半 那只布满紫金色龙灵的大手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 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能给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那种极端的威胁感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的神魂 竟然想要脱离他们的肉体之中 这股力量也太过可怕了吧 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 众神奇强者 立马全力催动体内的天卫神之力 开始疯狂地抵抗 这些幽暗之光所散发出来的特殊力量 只有这样 才能不被这股特殊的力量 所影响自己体内那神魂的躁动 而且 这特殊的力量 似乎对于神魂有着极大的影响